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那我们啊 这个小游里就得赶快搞出去 把他的这个提包哥给了空了 因为你看啊 这个青色 他在那里跟那个紫色打得非常的忙 他肯定看不到啊 自己的家里面 现在还有个提包哥 那我们啊 给这个提包哥换个皮肤 再进到他的猛军基地里面 赶快把他的基地带回家 后来我们一看啊 现在这个小青肯定很忙 那我们啊 顺便把他的苏军基地也一并带走 哎呀 怎么让他的这个苏军基地跑了 竟然让这个小青啊 反应过来了 好 反应过来啊 也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的这个猛军基地 已经搞到手了对吧 哎呀 然后啊 我们肥头一看 现在这个小青啊 基本上已经快要没了啊 这基地啊 拉到对面那个小指甲里面 已经快要顶不住了 好 你看 那这样的话 我们作为一个游里改的位置 竟然完成了双科技的一个位置了 好 那我们现在啊 赶快把这个猛军的科技 给他发育下 猛军的科技给他发育上了之后呢 咱们啊 赶快把这个间谍给他搞到手 哎 你看这个小青啊 直接受不了退出了 好 然后你看啊 这一波 哎哟 紫色过来打我的电厂了 哎哟 我不是青色 人家青色都已经退了 能不能别打我的东西了呀 那没有办法了啊 我们只能把这个外围的建筑 给他全都卖了对吧 好 那我们现在啊 就赶快照一下猛军的高可技 现在场上有很多的兄弟 都等着我们去偷他呢 哎 这怎么回事啊 这个黄色摸了一个苏军基地回家 他那个基地啊 哎 怎么回事啊 哇 这黄色家里面 竟然还有一个蒙军基地啊 哇 这个小黄 他为什么家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个基地啊 我都搞不懂 他是怎么偷的这么多的基地 你看 又过去偷这个小子了 哦 那我就差不多啊 知道了啊 那个蒙军基地 可能就是下面小青拿拖过去的基地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苏军基地 那个基地啊 应该是也是青色的 青色还有一个基地 他不是也脱跑了吗 结果全都让人家这个黄色给偷了 然后这个紫色的基地啊 又被人家拿超纸空给的传者了对吧 现在有一个这个经典的战术啊 我们在做视频在打直播的时候也非常用 也经常用这个战术 就咱们可以直接过去逼紫色基地车走 然后他如果我们手上有超纸空的话 就可以一波啊 把他传者一直进来 哎呀 坏了 我们这个建筑学啊 没有关系 让大伙开心一下 咱们先过来啊 摸一下这个紫色的钞票啊 现在手上的这个钞票 实在是有点不太够用啊 对吧 哎呀 那这个就太尴尬了 我们把这个间谍关在了里面 想利用这种卡位的方式啊 让他出来 出来还出不来啊 这个就有点太尴尬了 好 但是啊 问题不大 我们啊 该偷到的心都已经偷到手了 对吧 你看这间谍出不去 我们想出去 还得把这个盟军的高科给他卖了 哎呀 这个就有点太尴尬了 好 那现在啊 我们其实手上只剩下一个盟军高科技没有偷到了 偷到盟军高科技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玩一下赖子的呀 哎呀 你看我们的这个间谍 间谍卡住了三个 剩下啊 如果我再造间谍 他才能用从这个复制中心的其他地方给他出来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给那个复制中心那里造一个围墙 或者造一个碉堡 把他的位置啊 直接给卡没了啊 好 那我们跪雷 哎 小子 这个矿场我们必须啊 得过来摸一摸啊 我实在是有点太穷了对吧 结果这一步啊 我们只是堪堪博本啊 没有想到这个小子啊 竟然这么穷 那我就啊 不搞一个碉堡了 咱们毕竟财大气粗啊 直接把这个高科技给他卖了 正好把它放在靠后面的一点位置啊 好 那现在啊 下面的这个小红 好像就是全场唯一一个有盟军高科的位置了 哎 咱们哪先把这个游里给 给他回去回收一下 咱们待会儿啊 要建造一星的游里盖拉 你看啊 这个小红 小红跟那个超级武器两个人打得非常的激烈 对吧 我们直接飞机到飞机一下子 就把他的高科技给他摸到手了 呃 待会儿啊 我们又可以用这个累这个 过去炸对面了 对吧 毕竟我们的耐子啊 用的太好了 Nobody knows Lucifer better than me 咱们的这个耐子实在是太强了 好 那你看 这一波这个紫色的坦克又让人家小红给超时攻过去 变成了他的坦克了 好 那现在啊 这个小红 他肯定在操作外面 他没有操作自己的家 那我们啊 就抓紧时间 把这个累子直接跳过去 再准备两个间谍 看能不能搞到什么小动作 你看 现在啊 这个小红明显在操作下面的坦克 他没有发现自己家里啊 进来了那一只啊 我们直接超迅猛设置好路径 然后你看这个耐子啊 就跳到小黄家里面开始乱飞了 对吧 基地车再次带走 一下子再把这三个电场一波炸掉 哎呀 糟糕了 刚才啊 硕大的一个小黄 怎么瞬间就消失了 但是啊 兄弟们你看啊 现在这个小黄 手上还有一个这个苏军的基地 我们不能让他的这个超时空铁幕 轻易的用出来啊 用出来这个超时空铁幕的话 我们就有麻烦呢 你看他一过来要追我们的耐子 我们的耐子特地走在这种 他不好追我们的位置 好 那我们把这个游离给 给他弄上车 攻兵赶快修小 因为现在啊这个小黄他的基地 出为一个没法展开的一个状态 被我们的耐子给卡住了 好 那我们啊 直接拿蚊子过去 把他的这几个突驴给他干掉 干掉突驴的之后你看 全都变成了摆设坦克 然后我们的这个法后大光头 再过来啊 给他做一下法 家里啊 有核弹的声音啊 但是我们听了一下 啊 并不是我们这边的对吧 他肯定过去啊 搞那个飞机了 好 你看 这个绿色的小鸡鸡想过来啊 搞我们的游离改 那完全没有机会啊 而且你看啊 这个 白色的坦克 把这黄色的碉堡给他拆干净了对吧 你看我们这一波 刚好就故意蚊子一波折 然后对面的蜘蛛抢上来 直接被我们的蚊子拿了经验 咱们的这个蚊子啊 配合游离改 还是非常好用的对吧 好 那现在你看啊 绿色好像有点肥啊 家里面呢 那么多的坦克 现在这个阶段啊 我们赶快把这个绿色给他干掉 因为下面这个粉色的核弹 肯定要给我们吃啦 好 你看我们用这个蚊子啊 过来掩护一下咱们的这两个做法的游离改 对面的这一下坦克想冲上来啊 搞我们的游离改完全不可能 我们手上啊 这么多的一千两个再加上蚊子 再加上这两个做法 哥哥后面的疯狂做法 对手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 就是我们唯一的缺点啊 这个左上角的游离改的话 经济有点不太好 你看 还想用蜘蛛过来搞我们的游离改 你这不是有点想多了吧 咱们的蚊子再过来守一下他的基罗夫 然后啊 这一波这个绿色 他家直接就不要了啊 不要了 直接拿家里的这些海军啊 想过来干我们 那肯定啊 完全没有用 因为对面就只剩下家里面的建筑了 我们跟他换家不就行了吗 对吧 好 我们的游离改啊 再持续做法 这一波啊 这个绿色的海军直接跑到了我们的家里面 虽然说这个绿色啊 他可以造海上的防空 但是我们毕竟是有游离改的啊 拿他的这个弓兵啊 过来控一下 准备拿一下这个绿色家里的建筑 哎呀 一不小心啊 竟然让他造出来了几个这个小海螺 那没事啊 我们反正手上还有这么多的这个蚊子呢 好 这个时候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核电站也得小心一下 因为他的大船啊 估计已经差不多要跑到我们的家里面了 你看他的驱逐舰呢 过来打我们的坦克 那其实就是给我们送军啊 大船也过来了 但是大船面对我们家那么多的防空啊 他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用啊 你看 这一波啊 下来了之后 这个小绿啊 就被我们一波带走了 剩下还有一个这个小粉啊 小粉想要跟我们打完全没有机会 我们的炸弹人已经准备好了 两个炸弹人跳过去炸掉对面的大炮 你看他直接把自己的这个大炮给他卖掉了 也知道我们要过去炸他的大炮 对吧 但是现在啊 这个粉色 哎呦 核弹已经好了 那没事啊 我们家里建筑比较多啊 不怕拿核弹过来找我们 再把他剩下的电脑全都干掉 好 咱们听一下核弹的声音啊 大概是炸这个位置 直接把建筑全都卖掉 你看 对面的核弹直接炸了我们的几个这个美国大兵 非常的赚 好 那接下来啊 这个粉丝剩下的几个建筑 我们直接过去啊 给他全部敲掉 你看还空了一个这个提包哥 再把他的建筑给他一战 我们就能在对面脸上再造个船长 然后我们啊 就可以控制小红的驱逐剑过去 打掉小红剩下的这个船长了 对吧 还想要蚊子 我们刚好有控制的防空车 剩下的驱逐剑啊 干掉小红 这一把 我们就一不小心了 就又赢了 对吧 这一把也是非常的好玩啊 兄弟们点赞关注肯定是完全OK 没有问题的 对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